记者王俊中台南报道 八岁小二生吴兆琪从小爱玩水 不怕水母亲发现水就像是她的空气一般 不到两岁就送到台南YMCA泳池玩水 幼儿园中班开始学游泳 并进入YMCA少泳队训练 操练两年下来成绩突飞猛进 今年在两项全国游泳分林大赛 用沾酒精一同夹击 来自台北的吴姆透露 因为与外籍老公从事贸易业务地点在高雄台南等地 就搬到台南来住 喜欢上台南慢活 轻松的生活步调 不像在台北步调紧张 在街头上的台北人很少看到有笑容的 吴姆说大儿子赵琪出生后就发现不怕水 总喜欢在水池里玩水 翻滚圈圈像条鱼般灵活 觉得水像是赵琪的空气 加上到台南YMCA上幼儿园有一周一堂泳课 赵琪不到两岁就到YMCA公园馆泳时 从玩水开始念幼儿园中班正式学习游泳 教育观念相当开放的赵琪妈妈表示 因为儿子有兴趣 幼儿园大班六岁时加入YMCA少泳队 接受公园馆游泳总教练李佩宗等老师的专业指导 李教练对赵琪不只重视泳技 也注重学业与品性 两年来的操训 让赵琪的游泳观念与技巧突飞猛进 今年三月间的美金农级三月第一 世代青少年游泳锦标两项全国大赛 在小学迪连级组 吴兆琪在美金农赛先用夺五十公尺一零零公尺仰视 五十公尺一百公尺自由式四丧冠军及五十公尺碟士忌军一世代赛 吴兆琪更是独占凹头在五十公尺一百公尺仰视五十公尺一百公尺 及两百公尺自由式等五项都摘下冠军 今天吴兆琪就读的东区重学国小贴出公告 狂和兆琪一人在两全国勇赛读拿酒精一同 校长叶和元说师生与家长们都感到于有容颜